说到走红毯有些明星 可是特别积极能有的人 可以在红毯上展露头角 对记者媒体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当时有这么一位却不以为然 据说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没有办法出席原因 可以说是十分搞笑的 他就是易阳千玺 易阳千玺这个新晋小生大家 应该也都知道 他在TFBOYS这个组合里面 走红2000年出生的易阳千玺 前不久刚过完自己18岁的生日 大家都知道 易阳千玺不仅是明星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学生 12月4日晚上的时尚先生年度盛典 邀请了很多明星易阳千玺 也在邀请名单中 但是因为放学完没能赶上走红坛的时间 消息一出 网友们表示十分搞笑 易阳千玺居然是一个如此热爱学习的好孩子 果然是年轻人的好榜样 就得今年4月 易阳千玺 文化 专业双料第一的成绩 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话剧影视表演专业录取 这样的成绩 就让粉丝们特别欣慰大家 本来想易阳千玺作为艺人 肯定当期都被排得很满 哪里有这么多时间精力 可以投入到学习当中 但也就是这样粉丝们 也对他十分心疼 易阳千玺背后 肯定付出了很多平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和努力 易阳千玺一直以来 也是一个特别低调谦虚的孩子 对待工作跟学习也都十分认真 看了一辆千玺以上的介绍 我们还会想到 这样一个人 他就是关晓彤 关晓彤是同兴出道 现在在娱乐圈 也已经为自己打响了旗号 关晓彤就读的大学 是北京电影学院当时的他 也是以优异的成绩被该学校录取 这个学才刚上没多久 就有人爆出关晓彤 几乎很少去上课整天都在外面拍戏 现在已经被学校拉入黑名单了 确实最近关晓彤的影视剧 确实播出不少 关晓彤难道真的因为 拍戏直接放弃自己的学艺了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